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历程中,工艺的进步始终是推动行业前进的核心动力 近年来,人工智慧、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蓬勃发展 对晶片的要求愈发严苛,行业越来越期盼更高效能、更快运算速度、更低能耗的晶片 但晶片存在物理极限,只有不断精进工艺才能打破极限 这两年,业界瞩目的2奈米工艺相比现有的3奈米工艺 在电晶体密度、效能和功耗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优势 2奈米工艺可以使晶片的电晶体密度提高约45% 效能提升约15%,意味着晶片可以在更小的面积内实现更多的功能 进而提升晶片的运算能力 在智慧型手机中,更高的电晶体密度可以让晶片更快地处理各种资料 无论是多任务处理,还是进行复杂的绘图处理都能更加流畅 在人工智慧领域,大量的电晶体可以支援更复杂的神经网络运算 加速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过程 这对于推动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功耗方面,2奈米晶片同样表现突出 比3奈米工艺的功耗降低约30% 高功耗不仅会导致电子装置的续航能力下降 还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影响电子装置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2奈米晶片的低功耗特性可以延长智慧型手机的电池续航时间 对于资料中心这样的大规模运算场景 大量伺服器产生的能耗是一个巨大的成本 采用2奈米晶片的伺服器 可以在降低能耗的同时提高运算效率 节省能源成本 台积电作为产业的领头羊 其在2奈米晶片的研发和量产进度上 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目前良率已经达到60% 早在2024年第一季度 台积电就在新竹宝山晶圆厂FED20成功 设立了2奈米制程技术的试产线 这一举措标志着台积电在2奈米技术领域 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 根据台积电的规划 2025年下半年将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届时2奈米晶片将正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到2025年年底 若进入高雄晶圆厂FED22的产能 其2奈米工艺的月产能预计将突破5万片 而在2026年年底 这一数字又往进一步攀升至每月12至13万片 同时台积电为了满足2奈米的量产需求 加大了对ASML的EUV曝光机的采购力度 在2024年就订购了30台 并且计划在2025年再订购35台 其中还包括ASML最新推出的High NA EUV曝光机 如此大规模的产能规划 为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竞争中奠定了基础 在技术方面 台积电在电晶体架构上 并契了沿用已久的骑士场效应电晶体 FinFET 转而采用全环绕炸机场效应电晶体 GAAFET技术 专家表示 这种全新架构由一叠狭窄的膝带组成 每个膝带都被一个炸机全方位包围 相比FinFET GAAFET对电流的控制更为精细 极大的降低了量子隧道效应 使得晶片在相同功耗下能够实现更高的效能 或者在相同效能下大幅降低功耗 举例来说 在行动装置中 采用GAAFET架构的2nm晶片 能让手机在长时间运行高负载游戏时 发热更少 电量消耗更烂 同时 游戏画面的流畅度和响应速度 都能得到显著提升 此外 台积电还在2nm工艺中 引入了多种新技术 例如 NinoFlex DTCO 射击技术联合优化技术的使用 让开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 灵活选择更高效的单元高度 若用于对能效要求 极高的物联网装置晶片 可开发面积最小化 能效增强的更矮单元 让电子装置在极小的电量下 也能长时间稳定运行 采用的第三代偶级紫集成技术 支援6个电压 预制档6瓦图 范围达到200mV 这使得N型P型奈米片电晶体的ICV速度 分别提升了70% 110% 优化了晶片的效能表现 利用全新的中间层墓 后端层BUL和远后端层 发BUL导线 让电阻降低20% 能效更高 并且 第一层金属层M1 现在只需一部克时EP1E 一次EVU曝光即可完成 降低了复杂度和光照数量 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 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此外 针对高效能运算应用 台积电还引入了超高效能的 Sharp MIME电容 容量大约每平方毫米200FF 可以获得更高的运行频率 满足了大数据处理 人工智慧训练等 对运算速度要求极高的 应用场景需求 这些技术的综合使用 让台积电的2奈米工艺技术 在效能提升和功耗降低方面 展现出显著的优势 台积电表示 在效能提升上 相较于当前广泛应用的 3奈米制程 2奈米制程 在相同运行电压下 效能可提高15% 在同等效能下 功耗可降低24%至35% 尽管台积电的2奈米晶片 在技术上优势明显 但在市场推广方面 却面临着成本高昂的难题 据了解 2奈米晶片的制造成本极高 每片吸晶圆的报价 高达3万美元 即使苹果这样的台积电的 忠实大客户 也会对2奈米晶片的报价 有所顾虑 苹果原计划 在iPhone17系列中 应用台积电的2奈米晶片 但最终因成本原因 计划推置至2026年的 iPhone18系列上使用 对于其他客户来说 这个影响只会被无限放大 因此 如何在保证技术优势的同时 降低成本 提高市场接受度 是台积电未来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总体来看 由于2奈米晶片更小的工艺 使得晶片的体积 可以进一步缩小 这对于那些对空间要求 极高的电子装置 如可穿戴装置 物联网感测器等来说 至关重要 更小的晶片面积 不仅可以让电子装置的设计 更加紧凑 实现更加小型化 轻量化的设计 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在生产过程中 同样大小的晶圆 可以切割出更多的晶片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单个晶片的成本 正是由于2奈米晶片 具备如此卓越的效能优势 全球各大晶片制造商 都纷纷投身于 这场激烈的技术竞赛中 尽管各大企业2奈米量产 目前面临着诸多挑战 但势必都会在今年交出答件 推动半导体行业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也让整个产业进入新高度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